《一字記之》 歡迎收看《一字記之》 師傅 師傅 不是派成績表 是要說你勁 勁? 你當然勁 2022年的生肖運勢 你知不知道 在很短時間內 已經有30萬個視頻 即是收漢次數 還有一件事要播記錄 就是trending到第五 多少人跟你爭 一日幾條片 曾經跳過一陣間 第四 第四? 真是沒得撐 現在仍在維持第六 維持第六 其實我也想說一些話 有些人都說 師傅,你講得好 其實不只是我講得好 你們會看到 為何看到畫面這麼舒服 這麼流暢 即是聚情 這麼流暢 又看得方便 因為《明報》切了十二段 每一段 即是每一個生肖 都說明在哪一分鐘 哪一秒開始 真是對那些觀眾 真是很 user friendly 這件事 真是要讚一讚我們 幕後的功臣 幕後很多功臣 是的 我們能否開名 可以開了 當然 首先要讚金主席 然後是Jacky領導之下的團隊 金種 是的 然後 其實不止十二生肖 和一字記之好 還有 我曾經為《明報》 大家做了個天同錦囊網課 是的 其實這也是很精彩的 即是我寫包單 你們進去看完之後 是值回票價的 是的 未來年尾 好像說 我和你都要做功課了 好像要籌備 籌備個Webinar 是的 因為我們應該三個月一次 但上一次 因為近這個 昨天不知道是甚麼節日 我們就沒有空 是的 聖誕節 不是 11月 我又沒有甚麼太大的動作 我便免得說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籌備一下 我都希望能夠搞得成 是的 到時候我一定是加料更精彩 大家要留意 是的 因為為甚麼 本來是10月尾或11月有一個 我們就因為某些原因 我們就不如推遲一點 師傅 對不對 上一次8月 我們很準確 就預測到那個 旗子或者恆子 去到23,700 底又大上來 這次希望可以為大家提供一些訊息 是 Webinar就一定是交料 交足料 這件事就不用說了 我們預計是一月中後 一月尾 一月尾 一個年前 對 五月下進 還有一件事 是 真的派成績表 剛才說你厲害 現在派成績表 又有成績表 另一個是 因為上一集 我們不是說過賀錦麗嗎 是 賀錦麗做了85分鐘的代總統 是的 你說這個代總統會惹來很多是非 最後真的惹來是非 是嗎 因為為甚麼 他那些人就說他在位的時候 不是那85分鐘 根本他在位的時候 不是在位也是 他根本做檢察官的時候也是 他說他那人恥高欺揚 是 罵人就當吃生菜 是 然後呢 搞到很多幕僚就跟他說再見 包括他在白宮現在的發言人叫 Simonie Saunders 即是桑德斯 日前都辭職 師傅 那麼多幕僚跟他不和 究竟他是強勢的女士 是 還是自卑感產生自大狂的女士 你有沒有他的命幫他損算 就是這樣的 即是 我自己的認知 我就覺得 能不能夠當上副總統 能不能夠當上總統 就跟性格無關 跟他有多少朋友都無關 最重要是有人支持他 就是他的命 沒錯 即是看命水 甚麼都是看命水 命水當然要再說賀錦麗 那條命是怎樣 他就是食神駕殺格 是一個典型的食神駕殺格 食神駕殺格有甚麼特點呢 就是第一 我們叫他女生男命 女生男命 即是有男人的食神駕殺格 以及有女人的食神駕殺格 這個就是女性的食神駕殺格 就是女生男命 為甚麼呢 因為他的天干年月日 全部都是陽干 有甚麼特性呢 就是 洋人駕殺格 有一件事 我不是偏幫他 我是以命論命 第一 這種命格的人一定公平 他不會無端端罵你的 你一定是做了些事不對 他才會罵你 他又不會太過偏幫某 偏頗或者是大細超 這個就是命格的特性 他會法律出身 一定要公平一點 所以就是 你剛才說的是非行業 是是非 我是說的是非傳出來 第二就是 確實是食神駕殺格 是延遲不夠圓滑的 是對的 即是說 那些新聞都是批評他都對的 他確實真的延遲不夠圓滑 即是衝口而出 是 很容易犯了口舌 為甚麼呢 原來有原因 就是食神駕殺格的人 很喜歡批評人 很喜歡批評人 又說得對的 那段新聞 真的說了他真的是這樣的性格 但是有一件事 就是說他是真心的 不過可能態度不太好 即是所謂現在 經常都俗語所說的 就是 你道理正確 但是 態度不好 一樣不接受你 即是這樣 例如現在 父母教子女 都是這樣 道理正確 是 態度錯誤 變成了子女都不喜歡你 高高在上 是的 這個社會 現在這個潮流 時常來說 都是要改一改 態度就會好些 師傅 我都是 我是不是食神 我不會嫁人 我是甚麼格 你呢 我批評事 我是批評人 不是 確實 你說自己 都說得挺對的 我記得你說自己說 是甚麼 大俠 大俠 大俠很容易死 金融裡面的大俠 全部都死了 因為你斷的事情 你都沒有忌諱 你 說了 你說了自己的意見 總之就是這樣 好 還有一件事 你好像提及過 師傅提及過 12月9日曬太陽 沒錯 今次又要再說一次 在大雪後至到冬至前這15天 是全年陰氣極重的15天 所以曬太陽對你們來說 是完全有一個所謂 叫做 揚揚 揚陰的作用 OK 大家看看 天尊星 在12月17日 會 太陽於子宮21度 其所感照 時序調和 地區安定 凡事 遇之無不大力 最佳曬太陽的時間 就是用 早上10時15分至10時45分 最佳 這個時間 吸收一下這個陽光的話 對身體健康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好處 還有一件事 就是 養羊 就是要曬太陽 其中一個最好的方法 還有 記住養羊 就要護陰 你這方面養到羊 但是這方面 就虧了陰的話 就是得不償失 即要平衡 對 怎樣為之護陰呢 護陰很簡單 就是兩件事 就是早點睡 以及減少防時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達到這樣的功用 王Sir 你有沒有聽到 今天就是12月8日 是 明天就是12月9日 是 我們就12月10日才出門 這一集 香港明天12月9日有件事發生 你這麼早知道 你知道預測到未來嗎 沒有 不是 新聞報了 你記不記得 我們小時候 走過去尖沙桌 有個鐘樓 有個鐘 對 會響 由1950年開始 已經不響 這樣 今年 2021年 剛剛是這個鐘的100週年 香港政府 就安排了在明天12月9日 這個100週年 重響 定了下午有時 這個時 十八點 時辰 行不行嗎 我告訴你 師傅 你稍後再說 因為英國 在英國倫敦 大家很多人都去過 英國有一個 Wesminster 即是西敏寺 西敏寺 它有個鐘 都是當 都是響的 是 就是那些 什麼叮噹叮噹 不是叮噹叮噹 是會響的 總之就是 西敏寺 如果有大件事發生 即是大件事發生 是 他們英國人 就形容 或者那些 我們市場中 形容為 Big Bang Big Bang 即是狂 即是很響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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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計算 12月9日有時 香港 由71年 九位了 沒有響過那個鐘 現在又響回 是好還是不好 我一定看的 即是關乎我自己的本分 大家可以看看 鐘樓重響的八字 就是新丑年庚子月 新卯日丙申時 你會看到 新卯日丙申時 就是天合地聰 天合地聰 首先不要說 怎樣去套入一個社會 如果在一個八字裏面 流連 或者是本命裏面 出現這個天合地聰的話 那就很容易就會出現些什麼呢 例如 樂極辛悲 佛口蛇心 愛喜內憂 粉飾太平 這些事情 大家可以聯想一下 香港 香港 就是明天 有時 十八點 正 之後 後面那段日子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的 即是大家留心 香港表面上好像很好 即是太平成勢 但其實內裡亂到七彩 有很多隱憂 是的 有很多隱憂 你形容得好 是的 亂到七彩 你也未亂 有到隱憂 亂到七彩 已經是表面 已經是表面化 表面沒有 你們看不到的 是 這個就是外合 即是天合地聰 天合地聰 是的 這件事就 那師傅 他現在 他決定了有時響鐘 是嗎 可以改時辰好些 如果我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我就會威了 可能你出 不過不是 我們這集出的街景 就向我做 是的 沒錯 Sorry 這個世界 所以是必然的 天意 是的 天意 好了 上兩集 你和我們的Patreon 或者我的粉絲 去化解某些事情 你說2022年發 那這一集化解什麼呢 這一集就輪到化解 三逼是非星 師傅 如果想要一個優質生活環境 家人無病無痛 又無什麼辦法 當然可以 首先我會教你報一個 防病天衣局 這個局可以提升你自己個人 和家人的健康 然後我再教你報一個和氣生財局 最下財 很簡單 首先 師傅 你真的想在這裡說嗎 是的 大家可以上我的天同錦囊網課 學會怎麼擺 天同錦囊網課 用全新靈活實用的教學方式 教你大眼識人 明成利袖 運籌為握 還可以幫你擁有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 立即上明報Power Up 網站就可以買到 就好了 師傅 原來二十四節氣 會影響環球市場變動 好像我們以前說過 Bitcoin的暴跌和谷雨有關 我之前排過中國和美國的八字 有些發現 他們那些八字暗藏玄機 那不是影響到國運的興衰嗎 西局動蕩 怎樣捉緊投資機會 我 侯天同 和我 王冠一 在每個星期五的一字記之節目裏面 以玄學知識分析及預測 環球正經局勢 敗人一步 掌握市場脈搏